上次禮拜最后是讲到这个地方 怎么样把这些负数全部把它变成正数 主要有几个地方重点 我们这个程式里面 第一个来看一下 简单再做一个简单的复习 里面的重点就是第一个 我如果要把负数转正的话 需要做几件事情 当然第一个就是你要去判断 你这个资料里面的范围 从上到下 总共有几列 然后从左到右 总共有几篮 你可以先判断一个范围 当然除了用那个范围的判断之外 各位也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这本书里面的 140页的下面 140页的下面 那这个 140页下面 这个书里面用的方式是一个 它是用一个物件 这个set一个物件 就是一个range的物件 那这种写法跟我这个写法不太一样 那不过结果都一样 可以达到我们复数转正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那不过我是觉得一个简单的 这个需求 如果用这个set 用宣告一个range的物件 你用物件的方式来做的话 那可能会变得比较复杂 所以我的逻辑是比较单纯的 就是第一个我先制定好一个范围 你就先给它一个范围 那我要知道几个讯息 就是说 我有几列 第一个讯息就是 我从哪一列到哪一列 这样一个范围 然后从哪一栏 一般都从第一栏到哪一个栏 总共有几个栏 几个列 那我就可以决定出这个范围 决定出这个范围之后呢 那我就可以跑两个回圈 一个是列的回圈 一个是蓝的回圈 然后呢 列蓝回圈跑完 那这个中间你可以加上一个sales 就是利用那个回 这个这个 每一个储存格 它的位置的一个列跟蓝 就可以一个一个慢慢往这个方向跑 然后呢 如果判断了里面的值 假如说是负数的话 那我就把里面的值呢 把它乘上多少呢 乘上这个负1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变成正的 哈